香港与散革命落幕将近一年半后 两大主导抗争的学民思潮和学联组织带头集结年轻新势力 星期天正式宣布成立名为香港众志的全新政党 以自发自立自主和自决为政纲要领 放眼出战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 以反手围攻的战略争取未来替香港人谈判的机会与筹码 学民思潮上个月宣布停止运作后 全新政党香港众志破茧而出 前学联秘书长罗冠聪出任主席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为秘书长 党内吸纳了双血组织的前成员 并以民主自决为民运的最高纲领 为一年多前雨伞革命的命运自主口号 做更深更明确的注解 香港众志自决果实 政党成军舆论再起 建制派指香港众志是名副其实的港独政党 但主席罗冠聪强调 新政党不会自称本土派 反之将抱持与泛民主派协商沟通的立场 而秘书长黄之锋也表示 自决未来才是终极目标 其实自决定的政党是最重要的 政党的政党 与泛民主派的政党 为了争取在2021年举行香港前途自决公投 新政党摩拳擦掌 准备在9月初战立法选举 为真民主之路迈开重要的一步